仁慈,我可不可以访问一下 老师在那个陆文昊老师的课 常常就提到您的事情 说您是他的模范生 可以讲一下 你在老师那个瑜伽课上课的经验吗 你怎么会认识老师 然后怎么样参加 我认识老师的话 就是以前我在开机转车 常常听那个广播 然后那个酒吧 news酒吧 news酒吧 他有一天在广播上 他来那个 说这个 介绍这个 陆文昊老师的强力语教 强力语教 那时候我是膝盖有问题 膝盖有问题 老师 听他那个老师说 老师说膝盖这个问题 我用那个肌肉来 来保护膝盖 要用肌肉 用这个膝盖的肌肉 保护 是 保护子 从那个膝盖 那我就来 来这边上课 哦 是 那是多久以前 差不多是在我六十三岁的时候 现在几岁 六十七了 六十七 四年前 那时候上课上到一年多以后 我有事情 家里我有点问题 那时候你的膝盖好了吗 你是因为膝盖不舒服来吗 膝盖是对 膝盖不舒服来 膝盖好很多 但是已经是 果然是一个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多久了 十年多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有改善了 没有 改善很多 是 我停掉一段时候 然后我 计程车也停下来了 什么东西停下来 计程车 计程车也没开 为什么不开 我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不开了 那时候 忽然就 好像这个脚有点问题 脚有点问题 那我还没有去注意 就是到最后 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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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严重 有去看医生吗 有看 医生怎么说 医生要叫我去这护肩 如果护肩没有要开刀 开哪里的刀啊 应该是腰椎吧 腰椎的 这个坐骨神经要的 是 这个坐骨神经要的 那 医生排了很多检查 我在等 好累哦 等一个班 等一个检查的话 两个礼拜一个月 我打电话给老师 他就说 你过来 那我闹了 赶快再过来 这一来的话 差不多两个月就改善了 两个月改善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 走得很好 还没有走得很好 还是要靠 可是痛的 靠住行器跟那个 靠住行器啊 住行器 快一年的时候 几乎是可以了 现在的话 我几乎是没什么感觉 你后来又来了一年 现在 就是这个 这个坐骨神经出问题的时候 我就已经快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 那你说两个月 来了两个月 就改善很多 改善很多 改善很多 那现在又来了一年 现在的话 就是现在 一直过来一年多了 现在就改善很多 几乎是不会 没有什么感觉 太棒 太棒 OK 所以你现在走路 我看你也没拿住行器 什么都没拿 现在没有住行器 现在走路都很好 正常 对 甚至我有 腹腰也不用带 腹腰也不用带 那等于全部好了 应该说是 已经好到 百分之九十九了 百分之九十九了 哎呀 还要留一分 你说你现在六十七了 六十七 看不出来 好 非常好 谢谢你 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你有什么话要跟老师说 老师真的 很有爱心 老师真的棒吗 如果不是老师的话 可能我 要做轮廉 这么严重 那时候通道 真的不能动 这里 走五步的路的话 我就走不动 站的话 站不动 一分钟我就照顾 如果不是建设不是 碰到老师 都完蛋了 好 谢谢你 也感谢老师 碰到培伏了 大家